灵克祖传甘太常 暴揍SP马超 看一下这个号啊 雾海忽炎 咱们看一下手中正是在的 看一下什么阵容 首先第一队 姜维魏炎加刘备啊 这个号我好像也看过 有点印象 赛季不是很久 我记得 久赛季啊 久赛季的相反之战 夺魂灵机破阵所向八门加现阵营 还可以 还可以 问题不大 疾风 横扫 折冲当风 盛气灵敌加先登死士啊 也不错 刘备 姜维 魏炎 赵云 吴虎啊 蜀国还不错 魏国的话 有曹操 那魏国的话也齐活啊 对吧 魏国咱起码说玩一队虎卫 虎卫军 对不对 这最起码的是可以的 是吧 然后愿意给宝物的话 可以考虑玩一队中会的卫法棋 是不是 还行吧 反正魏国起码有曹操啊 咱们看一眼 吴国 甘代诚啊 一队甘代诚 一代版本 一代神 代代版本 灵克都得玩甘代诚啊 没问题 还有一队吕布 吕布的话 可能跟甘代诚会有点抢 抢战法啊 就是说哲冲和当风嘛 没有三十阵啊 那确实那也玩不了三吕 那就这样吧 好吧 那大概就是蜀国一到两队 然后一队甘代诚 然后魏国的话看着玩 魏国乐意玩的话 可以玩一队魏琪 或者是玩一队藤甲的虎卫反击盾啊 也是不错的选择 收藏的战报啊 来看一下啊 这个打了一队高红的马超啊 很合理啊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咱带生气的嘛 马超是怕生气的啊 然后咱也有折冲宝头 然后当风的话 马超这队也是很怕当风的 所以说能打成这样还是很合理的啊 不过对于灵克玩家来说 能有这个战绩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大家也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啊 就是说灵克玩家依然不怕马超 咱随随便便玩一队咱们祖传的甘代诚带上圣气灵敌 对吧 该揍马超咱一样揍马超啊 没问题的啊 没问题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灵克玩家特意收藏了很多打马超的战报啊 在最起码说咱们不要怕新的版本之子 对不对 咱们灵克玩家依然有自己的反制手段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成普的永烈持重的硬控 外加生气灵敌的脚械啊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反克马超的这么一个组合啊 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啊 自行参考 不做不做 很有想法啊 咱们灵克玩家就是要这么玩啊 知道自己的打击面在哪 就是什么队伍是主流 咱们就玩什么队伍主流所怕的阵容就可以了啊 灵克就是要这样的 咱宁可说甘代诚什么都不打 我就打马超能打马超就行 对不对 咱说出去能打马红马超 哎 你看这个对吧 就也很牛逼啊 对不对 没问题的啊 没有问题的啊 可以可以 战报都很好 能不能把仙灯死尸换成万军夺帅 然后主打SB马超 可以 没问题啊 你把仙灯死尸换万军夺帅 可以的 没问题 而且成普自带解控 仙灯万军夺帅也是一个工具战法 不吃属性的 给成普带挺好的 就灵克就是要这样玩啊 针对版本之子 针对一对啊 OK的啊 没有问题